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腋下之嫌鱼不想翻身》 第49集 云语调和 男人的嗓音除了沉还透了几分哑 圆金夏从短短的几个字里听出了一点危险的味道 还没来得及多反应 等圆金夏渐渐 什么就叫他先动的手 他明明就是老老实实地在睡觉 他哪里就动手了 圆金夏有些越不服气 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 可他天生也不是什么受得了委屈的人 路易既然说了是他先勾的人 那他也不能白单这份虚名 说到勾引 这才哪到哪呀 圆金夏脑子里像是想到了什么画面 意识突然又清醒了几分 眼神有些发亮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路易有些没反应过来 路易看着坐在他身上的圆金夏 只觉得细细看来今夜的金夏似乎大有不同 圆金夏是牵起了一抹坏笑后才附身在路易的身前动作的 第五十集 马斯洛 路易回京后处理完了手头上余下的一些事宜之后就渐渐闲了起来 除了每天早上去跟皇帝老儿开个晨会 其余的时间大部分都在府里 这人一闲 加上又饱又暖不愁吃喝 再加上马斯洛同志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里 路易直接生下来就成了站在了尖尖顶端的人 自然他的闲就是真的闲 路易闲在了府里之后做的最多的事 大概就是没事缠着圆金夏多做运动 虽然圆金夏感受到了王爷闻里果然男主的某方面技能点是真的过于优秀 但有一点圆金夏也确实不可否认 描述起来大概就是夫妻生活一盒鞋 圆金夏就觉得他攥在手里的银子就更踏实两分 原来刚住金木烟楼的时候 即使知道路易喜欢他 可他也总觉得凭空而来的东西总会有要还回去的一天 但现在圆金夏就不这么想了 起码是付出了正经劳动的 就算以后要走离婚这条道 分一半一定会是他坚定不可动摇的最后底线 当然只是有件事圆金夏不知道 路易原本是和皇上请了假打算 趁着天还没热起来再带着他出去玩一趟的 等过了夏至天气一天比一天热 人就该犯懒不爱动弹了 可圆金夏似乎成了一个大盲人 有些得寸进尺地占了路易的书房 神秘兮兮地吩咐了谁都不能打扰 一闷就在屋子里闷上一整天 每日也就丫头送饭进去的时候 能开那么一会书房的门 其余的时间皆是来者接据 圆金夏在书房里忙活的东西 路易也趁着他有一日不在府里偷偷去看过一眼 桌上散了不少写过的纸 上次从背后突然出现隐约看见 圆金夏在写些什么东西的时候 路易就发现了圆金夏似乎用不来毛笔 这回散在桌上的纸上也皆是探笔写出来的小字 路易连猜带萌只看懂了圆金夏像是在写什么计划书 晓得圆金夏在忙些什么 心里有了个底后 路易便没再多翻看他的东西 也出了烫府去了蓝青悬那里 说起圆金夏最近在忙的事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大概是吃饱了撑的 起码这是鸽他以前 他是死都不会做的 他这人有一点好 不管做什么都喜欢向前看 以结果为导向的人往往最知道自己要什么 当然 凡事都有两面性 其实圆金夏自己也知道太过向前看也有一点不好 太过于功力和计较 太懂得取舍 什么做了能对他有益 做了这一步 他下一步能得到什么 这些东西像被写了自动成事 听见事情时 结果就已经出现在他脑子里了 权衡利弊他算得比谁都快 但不知道为什么和路易好上以后 圆金夏竟然满脑子琢磨的都是奉献自我整点女性独立意识 觉醒的事 这是有点反常 甚至还有些违背了他前26年的生活信条 但他就是莫名的想做 或许是年纪真的大了 也开始跟随马斯洛同志的脚步 在路易的帮助下实现了阶级跨越后 想满足满足自我实现方面的需求 这点圆金夏也没去纠结 但他想最重要的一点 大概还是要归结到经济方面没了压力上去 钱的问题解决了 人的状态似乎就松下来了 想的做的自然就会不一样 琢磨明白这点 圆金夏就放心大胆地预备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了 虽然他知道这是不能急 也知道这是如果真的做成了大概率是会被朝廷镇压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想做 不光想做甚至还隐隐有些觉得这是到最后万一要是捅了什么篓子 还有路易 路易应该会给他兜着 虽然他还什么都没和路易说 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最后究竟能走到哪一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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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